嗨大家好,这里是TipWalk,我是老柯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代表着日本精神拥有最长防御的选手 奥远希望 影片开始前,喜欢这类型影片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哦 奥远希望1995年出生于日本长野的大丁士 从小受到爸爸和哥哥姐姐的影响 开始接触到了羽毛球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因为打不赢而哭红了鼻子 除了羽毛球的爱好 奥远也很喜欢游泳 在选择这两项运动时,他说道 游泳主要是由时间来判断你状态的好坏 而羽球则是通过选手来判断 相较之下,他更喜欢羽球竞技带给他的感受 在小学六年级时的他 便拿下了当时日本小学生ABC大会 A组女子单打中的第二名 羽球所带来的成就感让他越来越投入 奥远的技术与天分 让他在初中二年级时 夺得了全日本少年羽球锦标赛新人组的女单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该年的男单冠军竟然是桃田贤斗 两人也将在不久的未来里 带领日本羽球到达新的高度 奥远一家相当为他在羽球上的表现感到骄傲 为了加强他的营养 爸爸和爷爷便开始养风 让奥远可以喝到新鲜的蜂蜜 有趣的是因为16年 奥远带着自家酿的蜂蜜前往里面参加奥运 在被媒体报道出来后 马上造成一股旋风 家里的蜂蜜就这么被抢勾一空 国中毕业之后的奥远离开了长野 转往西域县以体育著称的大宫东高中就读 继续经济羽球上面的实力 来到高中二年级 以陆选国家队的奥远希望 首度参加世界青少年羽球锦标赛 与其他国家的选手较劲 借此也可以好好测试一下自己 在全世界青少年里的实力在哪个成绩 11年的10月16岁的奥远 与台湾桃园举行的世青赛中 一路打进了准决赛 最终败给了当时泰国的天才少女伊瑟隆 为日本拿到了铜牌 带回不少经验的奥远 紧接着参加12月的全日本综合羽球锦标赛 也是日本国内最高级别的羽球赛事 一路击败成年选手以及国家队成员 与决赛应对手广赖龙离子退赛而拿下冠军 创下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单冠军 同年也拿下了日本的青少年锦标赛 和全国高中比赛单打冠军 她正是日本女单最重要的一颗星星 12年17岁的奥远开始接触国际羽球赛事 先于亚洲青少年羽球锦标赛上 帮助国家队拿下团体赛冠军 与个人赛事的女单亚军 随后又飞往美洲参加加拿大羽球大奖赛 拿下了大奖赛冠军 回国后因为国家队的身份 仍必须参加国内大大小小的赛事 过于密集的比赛 导致奥远的双腿出现了肿胀的情况 尽管如此还是想参加当时年底 在日本举办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再怎么样都想在自己家里拿下这个世界冠军 在世青赛上一路战胜了柳英七孙与等人 进入到了决赛 面对到同位日本的三口签 和奥远并没有给三口签机会 很快的以21比12 21比9 直若二拿下了日本历史上首枚世青赛女单金牌 而该届世青赛的男单冠军正是陶田贤斗 同样的也是第一位躲下世青赛的日本男单选手 全国都相当期待两人的未来 拿到这么好的成绩高兴是一定的 但奥远也感叹按自己的高中生活全部奉献给了羽球 不仅入学典礼没有参加 连最后的毕业典礼因为脚受伤也没有参加 曾经想过放心雨球过着一般女高中生的生活 她苦笑着说着 但是我只会打羽毛球啊 在年底奥远的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了38名 然而在这一切看似顺利的情况下 几个月后的她却面临到所有运动员最不想遇到的事情 在13年年初的马来西亚超级赛上 奥远希望与八强赛对上内维尔 双方更拿一局之后的决胜局 奥远的膝盖出现了问题 医生将两腿的膝盖做了厚厚的包扎 但重新上场后没多久 她的膝盖已经无法正常运作 无奈之下只好选择7赛 而在赛后的检查 被诊断为左膝半月板受伤必须进行手术 原以为情况已经不能再招二 但4月进行手术之后没多久 她的右膝也被检查出了问题 在正直直越选手初期就面临到伤痛的打击 还有术后漫长的复健过程 一切被打回原点的恐慌 是奥远这人生中最大的考验 奥远受访时说到 会受伤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个子小 为了要能防御好整个场地范围 只能完全依靠全力的跑动 去防守每一个角落 直到最后才发现膝盖已经不行了 这段期间 朋友和家人的鼓励是她最大的后盾 国家队的物理治疗师 片山灼灾 也透过骨盆等训练方式改善奥远的姿势 藉此将膝盖的负担降低 熬过了这一年多的复健与训练的奥远 终于逐渐重回了当时的身手 判见了属于她的希望 在一开始复出时 奥远仍在恢复的状况当中 所以赛事成绩并不理想 也因此被国家队降为 只能参加黄金大奖赛等较低级别赛事的B队 世界排名更一度掉到了351名 直到隔年14年的4月 福建的成效开始显现出来 不仅恢复到以往的水平 她的步伐变得更加灵活 守备与反击的能力都获得更大的提升 先是拿下了纽西兰大奖赛的冠军 下半年也接续夺得越南大奖赛和韩国大奖赛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的越南大奖赛上 发生了体育馆的天花板崩坏的景象 难道这是上天的指引吗? 而在11月的香港公开赛上 奥远的表现重新让雨潭注意到了她的归来 被种子球员的她 在进行路上将面对到各个种子球员的考验 从首轮开始 先后击败了孙鱼、星度、三口芡、马林闯进决赛 面对到的是同期的戴智颖 这也是两人在职业赛场上第一次的交手 两人耗时47分钟 最终由戴智颖直落二拿下冠军 赛后虽然维绍着汉小袋握手 但在颁奖台上的奥远已经哭红了双眼 面对到对手多变的招式与节奏 她看到了双方的差距 要想在超级系列再胸夺冠 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 奥远希望也在最短短的半年内 世界盘平成353名冲上了25名 时间来到15年 奥远的技术不断的进步 5月的苏迪曼杯是奥远首次入选日本阵容 在总决赛对阵韩国的陈池选以2比1拿下胜利 最终帮助日本队成功打进决赛 赢得苏迪曼杯亚军 9月份的日本羽球超级赛 在自家组场上一路击败伊瑟农等人 晋级到四强的对手戴智颖 两人打满三局 最终奥远以21比19胜出 决赛面对到三口圈的对决 则以直落地拿下生涯首次超级系列赛冠军 气势延续到年底的总决赛上 奥远希望以第四种子之之闯进决赛 对上中国的王怡涵 最终奥远以2比0指落了拿下年终赛冠军 这次年终赛的冠军 带给了他相当大的自信心 同时干年男单总决赛的冠军为陶田贤斗 两人都为日本羽球带来新的气象 也有人推测奥远的大妖镜 有一部分正是因为陶田的存在 身为同期生 他们一起赢过世青赛的男女单冠军 而在奥远受伤的时期 看着陶田在雨潭上的成绩 也督促着要赶快追上陶田的脚步 在赛后的访问里奥远说到 陶田在雨潭的表现一直都相当顺利 以目前的状况不敢说我已经追上他 而是还在努力追赶的状态 时间来到16年的奥运年 奥远先在全英公开赛上 一路淘汰王怡涵、马琳等人打进女单决赛 离王世贤争夺冠军 在两人缠斗三局之下 最终奥远以21比19 拿下第一座全英赛冠军 而这天正是他满21岁的生日 在被媒体问到有收到什么礼物时 奥远谦虚的说 能够在生日站在决赛场上 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奥远希望也是时隔39年之后 再度捧起全英公开赛 女单冠军的日本选手 世界排名攀升到了世界第三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8月份的里渊奥运了 上市复原后 从一开始跌跌撞撞的状态 到今天能获得奥运资格的机会 他都感谢着周遭的一切 并以获得奖牌 为他这次参加奥运的最大目标 奥远凭借着防守文明 尽管身高只有156公分 限制了他攻击的手段 但他总能利用坚韧且聚黏着力的防御 抵挡住对手的进攻 在通过控制回击的时间差 秒用对手的节奏 从中找到对手的破绽 时间来到8月的里渊奥运上 奥远以第六种子的身份 先后击败裴岩叔、三口歉等人 进入到准决赛 对上印度的新度 最终于0比2落败 在季军战上 因离雪瑞任带断裂契赛 奥远也就这么为日本摘下了铜牌 创下日本女单 在历届奥运会的最佳成绩 而让我对奥远印象最深刻的一场 就是17年的市井赛了 这场完全展现了奥远坚韧的特性 奥远希望先于八强时 对上去年奥运冠军的马林 两人打了一个小时半的缠斗 终于奥远以21比15 击败马林 晋级四强对上内维尔 同样打满三局 耗时将近1小时15分钟 冲进决赛 现在面对到的是去年拿下奥运银牌的印度巨人新度 180公分的新度 与156公分的奥远希望 两人站在一起的画面有种特别的冲突感 这场决赛更是打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持久战 第一局奥远希望以21比19拿下 第二局新度以22比20板回 关键决胜局的你来我往 最终奥远希望以22比20拿下世锦赛的冠军 最后的三场比赛都是打满三局的苦战 奥远也是日本第一位拿下世锦赛的女单选手 胜利的奥远 脸上满是泪水的向观众们鞠躬感谢 不难发现她每次出场和离场 总会嘴里念念有词的向四周鞠躬感谢 会促使她这么做的原因 奥远解释道 自己曾因为受伤 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上场比赛 所以她很珍惜能够再度上场打球的机会 在上下球场时都会感谢神明给予她的眷顾 同时比赛不仅仅是她一个人 还有场地、裁判、对手、球迷等等 因此她也要感谢所有与比赛相关的人和物 在知道奥远希望的行为动机后 看到世锦赛拿下冠军的她 激动的对着大家鞠躬的画面 我也不经意的红了眼眶 奥远希望在一次采访时回答道 我想每个球员都会害怕输球 可是站上球场的那个瞬间 我真心觉得能打羽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即便现在已经能健健康康的打羽球 也不能够忘记这份心情 所以每次踏进球场前 我都会先停一下 提醒自己这有多难得 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包含了许多含义 也许期许我拥有满怀希望的人生 现在我会觉得那是我的使命 虽然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贡献 但是我在羽球界的表现 还有我个人努力留下的汗水 如果能让大家感受到希望的话 我很荣幸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喜欢没影片的话 就按赞订阅分享起来吧 留言告诉我 你在看完奥远希望故事后的感想吧 那我们就下集见 掰